对我X50 融性屏 其实融性屏的话 和姊妹们差不多 但是它的话 边缘的话比较高 而且X50系列 两边是没有胶的 胶胶的话就是上下的胶 所以说上下有胶的地方 稍微给它划一下 再拆机一点点点就行了 上车没胶一下 它的速度 因为它这胶没做什么 拆机有胶点多点点点 下面睡的位置一定要注意 下面的话也是一点点的 黑色的 这是蜜蜂脚 稍微再点拆机 然后是慢慢敲 稍微要得起点缝就可以 不要说风力很强 用力敲的话反应就 上下 现在必要你的位置 要它吃力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选择太短 因为它侧面的话本来就没有胶 所以说咱 取得从上面开路不可以的 上面开口打酒精 上面就不用打那个什么 它的酒精剩下去 因为它都是屏下的那种说明胶 屏下说明胶的话必须用酒精去泡 用锁 才接到上去断去 那以后 然后的话它已经撬不硬了 从 上面的缝隙慢慢把薄片探进去 探进去 一点注意不要烫到 给它沉进去 然后把刀片撤了 撤进去 慢慢点酒精 把薄片 撒进去 撒到以后看一下背面 是不是撒到 看到 是不是撒到这个屏幕底下 不要撒到什么 然后上面这边位置不需要 但是尽量的话 多达酒精 然后是通常加热薄片 慢慢的话 开始 也不要太用力 因为它上面这边 油性屏 它不像应用的屏幕之力 稍微用力不到的话 可能应该是屏幕会出红线 我都不想 试验的位置尽量多达一点 我们试验的位置不够 现在来说还是比较脆弱 它会加热 不用着急 让它一定有热量 然后撒到酒精 慢慢的 然后上面划刘 然后这边的话给你的方法 它直接从薄片下过去 然后两边 撒薄片 虽然可以找一个比较薄一点的 或者是薄片 不要用厚 厚的需求势力 但是厚的话很容易伤到 因为它一定的方向驱动 或者容易伤到位置 咱看三星的方法去分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因为它这个都是屏下 两边没有就 采用的就是三星的方法 三星的屏幕的作用 咱就按三星的方法去分 非常简单 然后咱给它发过来 吸不住 吸住以后 然后实际上的位置 还有这个方便的地方 慢慢的 锁住 加热台 也是方向方走 不要想好 方向方便都走 反正走得动了 继续打酒精 看到没 很快 它下面睡的位置一定要记住 它睡的位置也很高清 然后睡的位置 把屏幕 因为 不离外过 好吧 中间这个位置就很多 所以说 要打这个位置 可以多打酒精 让酒精 剩进去 让酒精进去 打酒精 然后是拉扯 让酒精进去 通过交流 慢慢把它拔拔 你看这个交很硬 下面这个位置 它就离开了 下面就是排线的位置 排线的位置 然后 稍稍微翻 那 排线下面它没有吃力的位置 如果没有吃力的位置 直接打下来 如果 就是这个飞的位置 因为它提起来有处理 所以说 它就不会有问题 放一下 放一下 咱可以看一下 这种屏幕放置 排线的位置 有一点内容 其他这种内容 所以咱可以照片进去 这样打的话 刷刷很快 而且的话 会贴的话 就会对 就是不会的 然后咱们把 插一个叫 使用手 然后要拉面看钱 站在520 然后一贴 就插开 然后到时候贴不及